这座《梦想纯真》游乐场 听说是融合了很多小朋友跟老师他们的意见 针对这个需求来设计出来的游乐场 好像非常厉害 这座游戏场大有来头 它可是一座完全由小学生发想设计 并且实际打造出来的无障碍梦想游戏场 每一个环节设计都是为身心障碍者量身定做的 道理多特别呢 一起来瞧瞧吧 雅方老师我刚刚在那边玩的时候 我发现这边的设计跟一般那种公园 看到游乐场非常不一样 它有好多颜色色块之外 然后好像很多的机关 你观察得非常透彻 那我们请小朋友来跟你解释 因为他是主要的设计者 你是设计师 真的吗 你现在多大 我现在七年级 这是你什么时候设计的啊 六年级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我们一开始是发现 我们学校的特教班的小朋友 很少看到他们去我们本来的游戏场玩 是因为我们学校本来的游戏场 不适合他们游玩 所以我们后来去访问了特教班老师 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 然后画了设计图 然后设计出来的 这里的火山 这是火山喔 对 这是火山 毛火山 它这个摸起来是那样 毛的那种 这是增加特教班小朋友的触觉刺激 这里的寒洞 是那个可以让那个 做论语的小朋友进去玩 然后还有自闭症的小朋友 因为访问特教班老师他们说 自闭症的小朋友比较喜欢这种空间 让他们这种有一种包覆性 像山洞这样的空间 对 他们其实在问很多孩子们的需求 然后也统整了很多他们的 就是想法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老师们是怎么引导的 其实我们是透过DFC学习法 来教孩子 真的是以人为本来设计 特教班小朋友的需求 那像这个流氓梯 它其实就是除了符合一般孩子的 就是喜欢刺激之外 我们有一类的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特别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也很喜欢爬高 很喜欢那种前庭冲刺的感觉 所以想分成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对 所以这群孩子就是透过 感受问题想象方法 真的去实践 然后最后把这个故事完成 然后分享给大家 老师口中所说的DFC学习法 源自印度河滨学校的 Design for Change教育理念 将设计思考概念融入教学 让孩子们体验解决问题的行动历程 从2009至今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加入 参与学校更是超过了30万所 影响人数超过了3000多万人 为了要更了解DFC学习法到底是什么 今天小黎就要带大家前往 新北双溪国小 听说这里的小朋友正要上演行动剧 探讨学校走廊花盆漏水 以及废弃鱼缸的问题喔 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景气 双溪国小有很多在嘲笑的底下 然后就是说到这些地方 特别在转口的感觉 好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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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心 小心 好 现在怎么不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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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来你的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同学 哎 有什么在花盆那边跌倒 怎么样 有什么用 所以他从现在就把他们观察到的 然后透过学校老师学习到 这一个GST的学习法之后 引导他们现在做出这样的一个情境去 对 就是像学习法的话是四个步骤 那前面的步骤的话 第一个步骤就是感受 那他们目前就是已经经历完感受这个部分 然后他们想要透过用情境去的方式 然后让其他就是没有一起做的这个同学 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秉承他一开始滑倒了 然后后来结果他谁也滑倒了 两位 两位就是贵宾宾的校团 贵宾宾跟校长都滑倒了 那然后后来的遍地秉承 变新的 鱼刚你有鱼 然后这个也花粉也跟我讲的 而且旁边有鱼 他旁边还有蝴蝶 臭臭 还有鱼跟鱼也有 这蟲 老师我有问题 我想偷问一下 那这问题是真的学校有发生的问题 对 全都是对自己的东西 真的喔 不是你们自己想的 是你们学在书 不是全都是 真的有 鱼刚是真的没有鱼吗 对 之前有氧 之前有氧 因为死掉会很臭 所以就不氧 哦 发盆 那肯定是真的都臭 肯定是真的都臭 真的啊 肯定是真的都臭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他们这样在观察学校发生的这些问题啊 什么的 孩子们是自己要花时间去找到问题的吗 对 其实我们是要让他们深刻地感受的校园 哪里有什么状况 觉得可以来更好的地方 刚刚我看了你们的情境剧 大概知道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可以去找到 你们发现那个东西的地方 或者是实境吗 可以啊 你们很强耶 我可以帮你们介绍 真的喔 介绍一些 刚刚你们讲的那个花盆漏水的地方 就是这个花盆 很多花盆漏水 我们用这个 先用这个花盆 它到时候就是会有一盏 就是有土的颜色这样过去 小朋友在这跑就会花 而且海盗的话 这样走走走地盘也全都湿了这样 对 这也湿了 菲老师 在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前 你们自己有发现这些小地方吗 有 没有特别的方法或时间去 把他们那么完整的找出解决方案 对 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小朋友的方法 老师我看到了是不是那个 闲置的鱼缸 对 是不是 那些就是鱼缸 可是不是啦 不合理啊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空的鱼缸在这里 因为这里只是养毛线 但是死掉会很臭就不痒 就不痒然后就丢在这里 然后就反而这里是不能放的 因为有被说过 可是想不到说要放哪儿 然后结果我们刚好又在要讨论 改善这个的 我们现在就有想说这个要放哪儿 主任有说过这里其实 一开始焦急来看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说 有警告过说 叫我们尽量改善 对 所以其实孩子很直接 对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是学校里面本来就已经有的问题了 对 可是问题是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 这么直接的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 但是因为孩子他们可能发现了 然后就透过像我们的这样子 这个DFC的学习法 然后他变成了一个课题 对 其实我们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样每天上楼梯下楼梯 其实一直都看到他 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真的去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DFC的学习法 然后让他们真的慢慢的走在校园当中 然后去观察 有没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合理 或是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他是需要我们去用一点心去改善的 真的要给这群小朋友按个赞 经过了DFC学习法的洗练 他们学习到并感受到并发现问题 彼此讨论激发创立想像力 并且努力实践去解决问题 还可以分享整个历程的心得 整个过程中 真的会让孩子们收获满满超有成就感的 小破子很厉害 因为你看像鱼缸这件事情 一般来讲 大家可能就是都想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不知道从何处理 所以就把它变成视而不见 但是小朋友因为要通过这样的学习法 然后找到议题 所以又把它挖出来了 所以反而这东西可能开始就会被大人们重视 然后可能就真的有机会去解决它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是就是 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是呢不知道从何解决 然后小朋友反而真的成真了 把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过去有个蛮有名的案例 就是在江华南郭国校 那老师也是透过DFC学习发 让他们发现生活中央的问题 他就发现他们校门口那条路叫中心路 经常性的发生车祸 然后发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是因为有时候家长为了带孩子去上学 有时候就不小心可能越了双黄线 那其实算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发生嘛 那他们从几年前开始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他们就搜集了 询问了爸爸妈妈或是警察的意见 去了解这个议题以后 他们就是有持续的跟当地的算是警察 然后大卧是政府反应这个问题 去年因为孩子开始倡议这个活动 所以他们决定在那边设了红绿灯 哇 孩子的能力这么大 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透过这样子切而不捨的精神 然后很有条理的跟我们DFC学习法 这样子去把问题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解决 然后真的去实践它 然后现在那里就有了红绿灯 然后真的可以让就是这些可能急着 要接小孩的爸爸妈妈们 或者小朋友们的安全真的受到保障 好励志的哦 对 他们叫做还我安全上学路 真的是激励人心令人感动的故事 更让我们看见了孩子小小的心灵里 充满了无限的潜力 相信是要给予更多的爱与关怀 就算跌倒了 也能够再次的站立 勇敢的去面对克服困难 接受挑战 孩子们 你们绝对是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的希望哦 看见孩子超乎想象的潜力 Yes I can 主持人们 了 无法